各位議員,現在我們進行第十三份的口頭質詢 下面請默瑞權議員 多謝主席、施長 以下是我口頭質詢的內容 有專家學者建議 不論什麼樣的訴訟程序 當然欠租金為理由提起這個勒簽訴訟的程序 而只要業主在一審獲判勝利之後 就可以執行法院的判決 以便縮短期內 使業主能夠取回物業 同時亦需要對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典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修訂 例如可以在欠租為理由的勒簽訴訟過程中 取消租客的上訴權利 使他不能夠再提出上訴 另一系列的訴訟程序因此而減少 讓訴訟程序得以便捷地進行 請問行政當局對此有何回應 第二 有市民叫我問一聲行政當局 當欠租的案件進入簡易訴訟程序 到業主被判勝訴的時候 他發現租客已經離開物業 還將物業鎖死門窗 物業裏面有物品存放 那個時候業主即使被判勝訴 但不能夠隨意破門取回物業 那叫業主怎樣好呢 而簡易訴訟程序是否達到應有的訴訟效益呢 我提這個考慮質詢呢 因為我在2015年11月30日 就業主遭遇租罷虎無對策 向行政當局提出書面質詢 而行政當局對我答覆就說 特區政府在2004年透過九邪撇2004號法律 修改民事訴訟法典及司法組織綱要法 規定如謹以欠租金為證據的勒簽之數 而訴訟的利益不超過澳門幣五萬元案件 改為按簡易訴訟程序進行 即案件無需以合議庭的方式進行審理 傳聞界定無需法官視線批審 直此簡化這個程序 使出租人收回物業 但問題是 市民想知道 行政當局現在的法律當中 有甚麼行政和法律的程序 才是最有辦法去解決這個租罷的問題呢 專家之外 要對證下約 就需要清楚這個事實根據 例如當欠租人進入簡易程序的時候 當物業主被判勝訴 但又發現租客離開了物業的時候 又鎖死門窗 又存放了物品 勝訴了 都拿不回房子的時候 是怎樣呢 還有 以現在的物業租金來計算 以每十二個月計算 很多已經超過五萬元澳門幣 因此 澳門五萬元的案件 用簡易訴訟程序 已經少之又少了 但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九百三十四條 業主即使案件可以提起平常上訴 那時候業主就必須委託律師了 聘用的律師費用當然昂貴 同時收回來可能要給租金的還要多 這些平常上訴 即使你上訴 上訴 聖了之後 業主上訴 告贏了 租客也可以提出上訴 要使到官司要進行下一個訴訟程序 因此 雙方當事人都可以 就這個案件提出上訴的情況下 案件很可能一打就三五七年 才收回房子 所以專家建議 不論什麼樣的訴訟程序 當然欠租金為理由提起的 勒簽訴訟程序 只要業主在一審獲判勝訴之後 就可以執行法院的判決 以便在短期內 使業主能收回物業 同時當然需要進行民事訴訟法典 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 就像欠租為理由的勒簽訴訟過程中 取消租客的上訴權利 使其不能再提出上訴 所以另一系列的訴訟程序 就得以減少 讓這個訴訟程序得以便捷地進行 想想聽聽政府的意見 請請請 請陳司長回議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關於默瑞權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 本人現作以下的回覆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 以及司法組織干擾法第18條的規定 針對第一審法院的裁判 而提起上訴的前提 是案件的利益值需超過澳門幣5萬元 然而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934條的規定 針對居住、經營商業、企業或者從事 自由職業用途的不動產租任的勒簽之數 不論案件的利益值為何 均得向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 上訴規定主要是基於勒令租客遷出物業的訴訟 會直接影響住戶的居住權 或有否固定的場所經驗業務或者從事自由職業 體現了法律對上訴權利的尊重和特別保障 基於此 當考慮到因希望加快相關訴訟程序 而取消敗訴方上訴權利的建議的時候 我們更應該保持較為謹慎和持平的態度 事實上,相關的訴訟制度已經設立了機制 以確保業主能夠盡快取回自己的物業 按《民訴法典》第930條的規定 勒簽之數在如緊以欠繳租金作為依據提起的時候 就是會按照簡易訴訟程序的相關步驟進行 使有關的案件可以更快地得到審理 另外,按照《上述法典》第935條的規定 在法官作出命令勒簽的判決之後 躺敗訴的承租人不提出上訴 且在判決所定的日期刑不交還單位的時候 業主可以向法院聲請命令狀以執行判決 如果租客緊鎖門窗不予配合 則負責執行該命令狀的人員可在警方協助下收回單位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和關注社會對檢討民事訴訟法典的訴求 目前已經是展開了具體的檢討工作 並以加快訴訟效率、完善司法程序作為檢討工作的主要目標 考慮到該項工作涉及到司法機關和法律界的日常實務運作 同時亦涉及到在保障市民合法權益及促進司法效率間取得平衡 法務局會以嚴謹及務實的態度 並與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的專責工作小組緊密合作 共同研究及提出修訂方案 以便特區政府在綜合各方的意見後 有罪地推進相關法典的檢討及修訂工作 多謝主席 馬帥權議員 市長 即是你們沒有意識修法 即是這樣都幫不到市民解決的 對不對 其實你可不可以想 五萬元以前訂的時候 五萬元 現在兩房一廳 你們真是吃米不知米貴 兩房一廳都要租金過萬 你打那些地產報紙看看 在哄仔那裏 那你那個簡易程序 那個小額前 現在很多一年十二個月租金已經超過五萬元 那他即是要提起平常上訴 要找律師 那為甚麼 那麼多屋空子 其中一個原因 很多業主說我情意不租 我免得收不到 收不到的時候怎麼辦 那麼你看看打官司 那麼現在這個法案明顯 即是舊的法案是傾向保護租客 不是對等公平的 但是政府又不與時俱進 那麼修訂的法案 五萬元以前訂的時候的五萬元 和現在的五萬元 就差多遠 所以我之前呢 也都是在師兄辯論的時候 也都問過這個問題 政府說 我會是簡易的程序 我查一下 問一下專家學者 喂 五萬元之下就簡易 至上你就自己請律師 以前訂的時候五萬元租金 你真是 很多人都享受到 你那個法律的保障 那個業主 現在還是這樣 不是吧 即是 急民所急 這些真是民生的問題 即是 我認識很多那些 當年外地排華的時候 回來買屋收租的華僑 現在真是哭了救命 他現在租給人收不到 那麼有些還說 他真是去講訴 喂 你走吧 我補幾個月租你走吧 你們知不知道 舖位那些就不說了 只是住宅那些 已經好多是這樣 收回一間屋 被他弄得蓉蓉爛爛 那麼你們還未知 你就是要保障租客 現在的租客都不知道 多懂法律 你遲少少通知他 他就自動跟你 續一年的租約 那麼跟著就 總之很多問題 就是不健全 政府就應該要考慮一下 如果不是你只是法律 傾向一邊傾斜 保障租客 那麼業主方面是怎樣 那麼很多問題來講 與時俱進的 你想想你定那條法律 總之想想五萬元 和現在的五萬元 現值和未來值 以前五萬元 可不可以買個車位 十萬元買個車位 現在百多萬都買個車位 但是現在還是五萬元租金 以下的收益才可以簡易程序 如果不是就要請律師 所以你們幫一下市民 想一下你們有辦法的 因為你們是法律專家來的 好不好 那些市民叫我和你們說聲 幫一下他們吧 麻煩你 請陳司長回應 多謝主席 多謝麥議員 其實我剛才都說了 我們在檢討民數法典 都在做修訂工作 現在也有一個專責工作小組 很多有司法官、有法律專家、有學者 一起去做相關的修訂工作 當然政府在制定這些相關的措施 要考慮現時的社會狀況 也都是一貫以來 我們制定法律都要平衡雙方的利益 剛才委員也有提到 現在的法律可能是對某一方有些偏頗 但是我們檢討時會考慮這個因素 但是希望出來的法律 都是有一個持平的措施的 主席下面我請劉局長再補充 可以 多謝麥議員的意見 關於麥議員口署事件當中提出的一個問題 實際上還主要是從成租人租客 如果他拒不繳納租金的這情況 來提出這個問題的 實際上在租賃制度當中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說 成租人租客他有問題 或者說他不履行按時履行義務 租約到期了以後應該搬出也不簽出 也有可能呢 成租人出租人 出租人 就房東 在這個租賃關係當中 他也有可能出現問題 當然你舉的這個例子的話 對於我們的這個本澳的這個 主要還是涉及到我們的這個訴訟制度 訴訟程序是不是足夠的快捷 在我們的這個制度設計 尤其是涉及到不動產租賃的時候 有一個樂遷之訴 這個樂遷之訴 是不是能很好用 如果是租客拒不搬出這個物業的話 有沒有一套很好的法律機制 當然剛才司長在這個回覆的時候 已經講到 我們正在從總體上 檢討修訂民事訴訟法典 那麼實際上 除了這種樂遷之訴 存在一個訴訟程序 比較慢 有一些程序過於複雜之外 在其他幾乎 所有的訴訟程序當中 可能這是一個共同性的問題 那麼我們現在成立的一個 民事訴訟法典 檢討修訂的工作小組 也在從整體上 對這個民事訴訟法典的相關的制度 進行相應的檢討 總的一個方向就是 簡化程序 加快效率 提高 解決這個糾紛的一個速度 從根本上方便這個 方便市民來提出這個訴訟 當然說這個我們的這個樂遷之訴 民事訴訟法典裡面的這個 樂遷之訴是不是合理 將來我們也有進一步 檢討和完善的空間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 就是說這樣這個租物問題的話 除了和程序上有關以外 它也和民法典裡面 有關租賃合同的這種 實體性的規定有關的 因為如果 Aww 你禁止声討程序性的制度 因為程序是為實體法服務的 如果實體法裡面的有些規定不合理 或者要檢討完善的空間的話 那麼僅僅檢討這個訴訟程序制度 也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在整個法律體系當中的话 我們會енд予對相關的制度做出 总体上的 检讨和考量 当然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任何法律制度 它都有一个 这个实际运用的问题 如果对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一些 麦芸员讲到的 这个租霸的问题 如果这个租霸 既没有财产 没有信用 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再完善的法律制度 可能在最后的效果 可能都是值得这个 有疑问 当然无论如何的话 没有你这个意见的话 特别是关于 乐签字数里面的一些意见 是不是要经过一个 很漫长的程序 要不要有一个简化 它的这个执行的名义 我们在这个整体检讨 民事数据法典的时候 会做整体上的考虑和平衡 谢谢 郑安庭议员 多谢主席 多谢司长对于 麦瑞杰议员的口头质询的回复 其实麦议员 因为他都接到很多个案 很多租霸的个案 其实这些个案 我们看到的很多已经是 觉得澳门的法律制度 保障不了他们 他们无能为力 甚至乎你刚才 麦议员里面的口头质询 都有提到的 关于那个 简易 简易诉讼程序的五万元 如果是现时的五万元 是到了这么多年了 其实是没有 可以提升的空间 或者可以 有一个短时间内的提升 你刚才听局长介绍 如果要有一个 要改这么多法律 又要配合之前的那些法律 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有一个 很大动作的修改 很大动作的修改 我想就是时间的漫长 但是在这个数字上 五万元 这个数字上 可不可以 加到十万 十五万 因为其实我们收到的个案 就是有些业主 他说 我有些单位租出去 他超过五万的 八万的 我不计了 我四万九算了 我就立刻跌到 简易程序上 我不追八万了 因为一追八万 要开合议庭 很大 很漫长的时间 我追四万九 四万九就立刻快点了 变成了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是我们这个数字 已经是不可以贴近这个时间 那是不是可以 令到可以 令到可以 这样可以快点呢 因为呢 现在现时看到的 其实是 因为我们澳门的物业 很多 有些是外地人置业在那 当这些租户 他不交租 又收不到的单位 又入不了去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求助无门 他一提到律师一问 要一摆下去 要官司 一年半载 那些物业又贵 然后再问 要找议员 议员说全部都要按 要按程序下 你追那么多钱 有时候全部都要 这些是无能为力 变成了其实是削弱了 我们澳门的竞争力 也削弱了我们澳门的形象 变成了也是 帮不了 真的要帮的市民 如果听局长介绍 就要改那么多 整那么多 那么多收法的时候 其实我想 真的不是打官司 或是一年半载 我想都是两三年以后的事 但是 现时这些问题 其实是迫在未接的 希望司长可以 尽快解决 谢谢 梁寒奇 议员 多谢主席 司长 各位官员 有关这个租赁糾纷 这些案件 就是频频地发生的 业主也都遭遇 这些租霸所面对的困扰 和无奈 真的突显了澳门现行的 住房的租赁的制度 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的 现在的法律 不可以有效地 保护业主的权益 就算即使我们业主 依法地收回房屋 但是租霸 刚才两位议员都说了 租霸已经利用 缓慢的诉讼程序 在不缴纳租金之余 还要长期霸占单位 甚至不依法承担 赔偿的责任 从而令到业主的损失 是十分之严重 对此当局有没有考虑 在修顶这个完善 现在的租赁制度 要平衡出租人 和承租人的权益的保障 设实地保障双方 当事人的正当的合法权益 这样才可以更加好地推动 我们租赁市场的发展 另外 也都看到师长的回应就是 我们要以法务局会议 严谨务实的态度 接着是有罪地进行这个修订 就是我想问这个时间 但是有多久 这个也都想听听的 第二就是 这个五万四万九 刚才借安庭院所问的 就是这个法律 是什么时候立法的呢 和现在相差了多久 我想问一问个时间 多谢 请政府回应 正如刚才我们都提到 民数法典的修改 正在进行之中 我们是和专责工作小组 一起工作去做 其中 就这个利益值的问题 也是我们考虑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也都很多谢 刚才这么多位议员 就这个立签之数 或者在租务问题上 产生的一些困扰 和一些法律问题 所提出的意见 这个在我们具体的修法工作之中 我们都会是作出考虑的 而由于民数法典 大家知道它是我们的五大法典之一 它是我们民事诉讼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法 所以我们在修改的过程中 我们会是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修改 就不是单单是就某一部分的制度 去做一个修订 所以需要一些时间 去做好这个修订 令到它可以符合 社会的这个 现在的发展 关于现在案件例子 5万元的规定的话 那么现行民事诉讼法典 是1999年 五大法典本地化的时候 规定的一个数额 那么这个数额呢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么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修订 民事诉讼法典工作的时候 也在从总体上考虑 这个案件的利益值 刚才市长也讲了 我们在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看一看这个 在目前的这个社会形势下 多少的一个案件的利益值 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数额 因为案件的利益值 涉及到当事人的上诉权的问题 那么如果只有超过 案件利益值的案件 那么才有可能在经过 医生法院审理之后 上诉到中级法院 所以案件的利益值 不仅和这个乐谦之数 有一定的关联 它是整个民事诉讼法典里面 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制度 所以这个 就关具体数额 设定为多少合理的话 我们也正在专家小组的 这个研究和检讨之下 有关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好 各位议员 我们现在完成了第十三份的 后头质询 在这里多谢陈司长和各位官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